一起之后 中国大陆经济复苏的情况很不理想 在担忧未来的前景之下 民众开始转向避险基金 今年国际金价走高 五月份每盎司一度突破2000美元 中国大陆的消费者抢高价买进 而代购黄金现在是很夯的市场 深圳的黄金批发市场销售火热 明年应景的生肖龙年的金市现在提前就上市 深圳水贝的黄金批发市场涌进购金人潮 今年上半年国际金价走高 五月初一度达到每盎司2081美元 向来走高抢劲的大陆消费者趋之若鹜 一天的话得有一百多人嘛 现在金价涨了嘛 有些人可能觉得 金价是不是还要涨啊 我要赶紧先买一点先存着呀 麻的没空吃饭啊 大概就五六千块钱吧 要回老家看看家人 然后顺便带个礼物吧 这个保值嘛 除了投资者买金条新块 没办法一次有大笔预算的 大陆一般民众想搭黄金热 更喜欢购买黄金饰品 金项链 手环和戒指等成了热销品项 今天是458 就是这种5G工艺的一些就是这种款式的 因为大家会觉得这边水贝这边是最新的 它更新的特别快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看准批发 赚价差 从事黄金代购的人也越来越多 和我一趟就能收获人民币几万 反正来一趟能赚几万块钱吧 就是朋友圈转发 然后有需要的就帮他们带 然后又游走 来一趟差不多有二三十件吧应该 以往大陆六月七月因为节庆少 并非黄金的销售旺季 但现在黄金销售显然跳脱 但无旺季之分 市场分析跟大陆民众对于经济前景担忧上升 储蓄意愿增强也有关联 这波黄金热还让应景的生肖金市提前上市 距离下个农历新年 还有一段时间生肖龙造型的金市已经买得到 背后生产工厂更是提前备货感知 因为订单持续增加 在深圳的这个黄金加工厂 三百多名工人预计到八月中旬 每天至少要加班到晚上十点 根据大陆黄金协会数据 大陆今年上半年黄金产销双双增长 其中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超过百分之十六 而除了黄金之外 珠宝类销售也走升 尤其是珍珠受到部分产区减产 网路直播助推 造成今年珍珠热卖 比如说12到13的那个珠子 去年的四五千都能买到很好的了 今年的话 你好的话基本上一颗都要三万 虽然不比黄金有投资价值 不过珍珠装饰性更受到年轻人喜爱 这波珠宝黄金消费旺 在大陆经济复苏不稳定 市场信心不足下 寻求避险资产 情况更加凸现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